大家好啊 今天咱们聊聊这个什么呢 杂谈吧 今天也没有一个 特别主要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 投配可也没有一个 十分这个准确的一个一个聊天 这么一个题目 让我想起什么事呢 有一个说是这个 在这个上世纪啊五六十年代 这个修这个 心脏公路的事儿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这个新疆啊和西藏是挨着的 然后这个 但是呢那时候呢有这个 青藏县有这个川藏县 还有一个心脏县 这就是主要的这三条公路啊 这个心脏县是最不好修的一个 因为他这个从新疆到西藏啊 这个重山峻岭 新疆这边还好一点 然后这个沙漠啊 然后盆地啊 然后一到这个西藏这个境界呢 然后就是 都是山 然后这个 而且这个海拔又变化特别大啊 从这个几百米突然就上升到好几千米 然后这个一个啊 这个上上下下的 反正是这这修心脏公路 不说是死了不少人 说是这个 好多都是因为这个高原反应 这个 脑水肿了 然后死的这个像解放军这种啊 然后呢说这个 就是因为他这个落差变化太大了 然后这个好多人都受不了 直接就去挂了 然后这个 呃 留下好多这个谜团吧 就是 在这个 这种荒 荒凉的地方啊 这种荒野的地方 呃 呃 大家可以查这图 这新疆县在哪啊 这个有一个大概地理概念 反正就是 啊 新疆县是 是一个 嗯 一个环境最最恶劣的 那么一条公路吧 然后是 说是这个有个叫什么 死人沟的地方啊 就是 那地方可能因为海拔的问题啊 当时修路的死人在那死的最多 然后这个 心脏性这个这个这个高差大呢 这个 开 就算你不是修路 你开车去啊 这个 我估计你这个高原反应啊 也也也差不了 有人可能知道什么是高原反应 有人不知道啊 这高原反应啊 反正你身体越强壮 这个呼吸这个氧气需要越多的 这个人啊 反正反应最大 我觉得啊 你越强壮反应最大 你这个虚弱的人 平常这个 什么小孩啊 妇女啊 然后这种 身体不太 不是特别好的这种人 哎 相对来说 这高原反应可能还小一点 然后这个 嗯 主要就是头疼啊 头疼 浑身没劲 然后这个 眩晕啊 就这种这种情况 反正你这当时就起不来看了 这这这这 反正我是经过是是是是头 脑子里头 就就就就就就 轰轰的响 然后就疼 头疼 就就这么一感觉啊 吸点氧气 缓解一下 有人说吃这个高原安什么的 和这个和红景天哎 这些玩意儿 反正是还是要管用啊 还是这高原安管用 然后还是吸氧管用啊 就这就这两点 然后这个 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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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线上啊 啊 这个 有人跑这个这个山里边的时候啊 曾经发现过什么呀 说是 看见过雪山里边啊 有一条龙啊 然后这个 这个龙啊就是好像被风动在这个雪山里了 就是偶然间两个骑车兵也是然后看见的 然后这个活灵活现这龙 然后就是 呃 觉得这这眼珠子就得有汽车轮胎那么大 起码 然后整个身体应该是啊 几十米长的肯定有的 啊 反正这个 你说有没有龙这个东西 古来说都有 古来都说有 但是呢 没有实质的证据 然后这个是原因在哪呢 因为这个 从孔子那时候就说啊 说这个龙啊 善于变化 这个 呃 食的龙见首不见尾嘛 然后就是 嗯 按佛家说呢 这个龙属于 这个畜生道啊 也是属于这个动物界 但是呢 他是属于这个 呃 比较高级一点的 这个这这这这种这种动物吧 然后是 确实有这个 这个变化的这个本领啊 最小的能变成一条小石 然后这个 大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 就就就就就复原它本体了 就是这种 这个这个 啊 像这银口坠龙这种 这种长十几米啊 二十多米啊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身形就是跟画里面画的差不多 啊 这个 各地都有这个 木鸡这个龙的报告啊 这个 好多人都说小时候看见过龙啊 村里边掉下过龙 啊 然后但是呢 要借着风雨什么的 就走了 基本上死的 我估计就是这个 银口这个龙啊 还剩下点这个 真是让大家看见实体了 然后有人要辟谣说是这个 什么是是是是 精类啊 呃 哎 反正怎么说都有啊 这个 但是见龙呢 好多人都是有亲身经验的 不论是这个 上世纪还是这个世纪 啊 他总是总有人说能看见 就看见过龙 呃 按说呢 这个这个龙的种类啊 应该分这个 水龙 土龙 这里都可能有龙 然后这个海 海里边有龙 然后这个 大的江江湖里边也有这个龙 啊 然后这个 有的说有龙王 龙王其实呢 就算神了 就是属于龙族里边的神类了 啊 就跟这个人间有这个国王啊 这种 这种总统啊 是这种感觉 反正他就不是一般人了 那肯定不是一般人 呃 龙类呢 说这个 没有腿的 是修行的比较差一点的 叫这个胶 啊 就是虫子边一个交通的胶 这种胶类呢 他就是 呃 刚从蛇啊 蛇蛇型的这种啊 变化过来的啊 然后就好像水里边比较多 啊 这个这个 有传说有什么叫走胶的 就是 就这种 江水泛滥啊 然后这个 狂风暴雨啊 这种 然后有他这个这个 发洪水啊 这种 说是这个 胶类啊 要画龙上天 然后他有 他在闹腾一下 还有的一说啊 在西北有这种说土龙的 然后就是 啊 这种高原上 这个黄土里边有龙 然后也是等于跟走胶的意思差不多 然后这个土龙能让这个地啊 陷一大块 然后他也是要变化成龙的这么一个 一种 一种情况吧 然后这 这个 这个佛家讲究这个天龙八部啊 八部 八部神其实是啊 这包括天龙在内的八部神 有管音乐的啊 有这种 什么那个歌舞的啊 然后这个 这个 还有是管这个香的啊 还有这个 各种吧 反正是 金翅大鹏鸟啊 这类的啊 金翅大鹏鸟 是说是这个龙的克星啊 专吃这个龙类 就是 他看见龙就看 就跟那个鹰看见蛇啊 或者是看见什么虫子之类的 就是鸟类看见虫子一样 上去就叽叽叽叽叽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说这个金翅大鹏鸟就能降伏这个龙 专门吃龙的 啊 然后这个 这龙要上升到天龙的状态 那就是天 就是天人天人这个概念了 他就不是人这这这这类的了 啊 就咱们这个古代传说什么东海龙王啊 西海龙王啊 然后各地的龙王啊 龙族啊 啊 这挺多的 这种传说 然后这个西藏看见龙子这个 还真是 啊 反正为数不多的那么一种报告 西藏看见的主要是啊 传说中的这个雪人啊 这个这个野地雪人 然后这个 还有一些什么类人的这种啊 反正就是 灵长类的大型类人的动物 你也甭管是山怪啊 反正就是啊 反正怎么说吧 就这种啊 是种生物啊 有人说这个雪人说是 啊有人说是这个有穿越这个空间的这种能力 因为这个老老得不着吗 不知道 就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这么一个生物啊 你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然后又消失了 看见脚印 但找最后找不着啊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实堆证据的 但是呢 你又有一些坚决的好像有存在这么一玩意儿的证据的 这么一种传说中的生物啊 有的汽车兵是看见什么呀 说这个这个车坏在某地了 这个就是在这个西藏这山里边 啊 结果看见什么了 看见这个有东西啊 就跟这个什么什么电锯山人狂上的带着一皮脸 就一看就是带着带着一个从什么 从人身上撕下来的皮人皮 那个脸 然后那个崩在脸上 然后就是全人长毛了 那没怪我 敲这个门 敲这个车门 吓得够呛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看下半死啊 这个 然后就就不敢出去 最后等着等着也是这玩意儿就自己跑了 你说它是什么 这个这也不好说 反正是这玩意儿你觉得像变态杀人狂的一种 高等一点的领长来生物啊 啊 他可能戴着一张人皮脸 他觉得 就好像他已经变成这个玩意儿了 是的 反正是 瞧着意思 这质力不是很高的 这个感觉啊 啊 就是就是这么个东西 啊 反正就是在藏区吧 这个这种这种这种 你说灵异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反正也挺多的 啊 这个 还有在这个这个新疆也是这个 这个像那些新疆往南的 这个这个 一些山区吧 他其实他那种 类似于沙漠边上那种荒 荒山啊 他这种不长草的这种山 全大石头啊 什么的 这个也有 说有人是开车啊 经过这山里边啊 看你石头上站着个人 然后又又不像人 但仔细一看呢 这个眼睛里没有眼珠子 是空洞 然后就吓得高呛啊 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我觉得 啊 像这种荒的地方嘛 他还是有这个 这些精怪容易在这个 这些地方 就是这种非人的一些 你就说他算是妖吧 妖啊 精啊 怪啊这种东西 比较多啊 你说鬼好像就没有 咱们原来也说过 说这个 这个有能看见鬼的人说了 这个人多的地方鬼也多 这个人少的地方鬼也少啊 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些精怪修行啊 或者是怎么着的 他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点 无人的地方啊 跟人这个闭关也有 也类似吧 他就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一个不受人打扰的地方 然后这个修行这个 禀一般困 他是吸收日经月华呀 还是怎么着啊 反正是这种荒地啊 荒野啊 大的火这个这个 荒无人烟的地区吧 这玩意估计是不少 人类不小心误入人家这个领地了 这个打扰人家 然后人家给你试个景啊 或者是戏弄你一下 或者怎么着的 我觉得也是这个有情可原吧 等于是你你上人家人家地面上去了 你打扰到人家的生活了 那那那肯定是人家有什么这个这个不满意的呀 或者说做出一些什么让你不爽的行为呀 那那也正常 咱们只能说正常 所以这个我觉得你要去这种地方的人啊 你最好弄本这个地藏经啊 然后这个多念地藏圣号啊 念这个拿毛地藏王菩萨啊 为什么呢 说这个地藏经里写呢 如果是去什么险恶之地啊 你就念地藏经 或者念地藏菩萨圣号 念万遍啊 然后这个这个所过之处啊 这个徒弟啊 神神都保佑你 然后这些精怪也不敢这个造词啊 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地藏经这个地藏功德是无边无际 然后这个 跟观音菩萨有点类似吧 这种反正是大怨地藏王吧 这个或者观音菩萨也行 念仆门品也行 反正是这种这种佛菩萨能加持你 然后这种 善行善念的这个信佛的这个 这个这个人 他都是会 这些大菩萨都是会加持你的啊 八不天龙啊 各路鬼神啊 反正是看着这种人都是尊敬的 这个主动回去忽悠的啊 这种邪魔外道也是不敢侵害的 这个天人也在上面看着呢 这个各路鬼神也都瞧着呢 这个 他们应该是不敢造词 反正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你要去这种荒野的地方 最好是带文这个 就是《地藏经》啊 或者是《金刚经》啊 或者是一些经书啊 念这些呢 不会说驱赶谁啊 因为你去人家那儿了 咱们就是做回向给这些地方的这个 人与非人的这种众生吧 咱们就是和平相处 然后这个不施礼啊 这做人啊 其实和这个做这些事都是一样的 你到哪儿你都是尊重人家本地的风俗啊 这个别犯人家禁忌啊 出门问禁嘛 看看是不是人家忌讳什么 就别犯人家这个忌讳 菩萨说了不给这个众生压力吗 这个从来都是恒顺众生啊 这个让人欢喜啊 不是让人烦啊 这也就不对了 反正这也是给大家支个招啊 去这种荒野的地方啊 还是这种事先有有个回向 有个准备啊 自身也带着这种这种这种圣物 或者是带着这个楞严舟啊 或者是楞严经啊 或者是您持舟什么的 先做个回向 持持一阵咒做个回向 然后这个保佑您平安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这个正路啊 我觉得这是啊 就还是说说说回来说 这是最没后一阵的 这么一种一种处事方式啊 咱们都是说就现在讲双赢嘛 谁都得利这是一个好事 好今天就说到这吧 就是一些小杂谈吧 算是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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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